亲爱的朋友 大家平安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 很争议性的人物 叫做充满争议的士师耶佛塔 耶佛塔是世事记中一位 充满争议的士师 在他展露头角之前 他的家庭从来没有想过 这样一个因为不正当性关系 所产下的男丁 会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 耶佛塔是妓女之子 也就是耶佛塔 他其实是父亲嫖妓的产物 这样不名誉的关系的标签 使他不被家族与兄弟所接受 虽然他的父亲 不知道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将耶佛塔接回家中 但是这并未使家人接纳耶佛塔 反而凸显这个义母兄弟的身份 中那个属于家丑的成分 因此他的兄弟痛恨他 并且清楚地告诉耶佛塔 家族与产业是与他无分的 耶佛塔他没有可以倚靠的家族背景 唯一倚靠的是他一生的力量 耶佛塔在以色列人 面对战争危机的时候 因为有战力而具有被利用的价值 因为具有被利用的价值 而进而被找回家 但是这样一位没有受到家庭良好教养与培育 也没有继承产业的权利 更没有从父亲接受正确的信仰教育的男人 却成为一位带有悲剧特质的事实 耶佛塔他用最原始的方式 可能也是他从迦南当地所看到的方式 和上帝互动 他向上帝许愿 若上帝使他得胜 他要献上帝一个 第一个他看见的那个人给上帝 结果就造成了悲剧的后果 就是他回家所遇到的第一个人 竟然是他所钟爱的女儿 耶佛塔只能哀叹他的命不好 却也将女儿献上 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 古代的男性与女性 更重要是身为母亲的女人 一个很大的不同 若是一位母亲受到这种两难 在这种两难之中 大约会以自己作为替代来献上 在耶佛塔的故事中 其实我们看见的 是一个被家族遗弃的男孩 成为一个拥有一身力量的男人 因为一身力气而被利用 也因此造成家庭的悲剧 当我们批评耶佛塔的信仰方式的时候 或者更多的是应该被 在他的父亲身上来归咎这个责任 以及我们更应该对这一位悲剧英雄 怜悯哀叹吧